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档还没有命名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帮我们这个节目起名字 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各种各样新鲜好玩的数码产品介绍给大家 如今是2009年的年底 随着去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越来越多的用户关注到了蓬勃发展的电信通信行业 那很多同学都关注到了各种各样的高端数码产品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要带给大家 在2009年内最强的四款旗舰手机 咱们一起来瞧一瞧谁是他们当中最强的那一个 不配话 那么本期的2009年四大旗舰对决的内容 现在就正式开始 HTC Touch HDR拥有4.3英寸巨无霸屏幕 搭载全新的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 HTC将旗舰手机的硬件标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不是手机 这是一台Windows电脑 摩托罗拉里程碑获得全球媒体一致好评的XT702出道即巅峰 强悍配置完美设计 史蒂夫·乔布斯和他的团队向老牌巨头证明 没有键盘不可更换电视 一样可以达到消费者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HTC的Touch HDR 其实前代Touch HD在上市的时候已经引起了相当的轰动 HTC最近几年一直在硬件方面领跑全球 每一代都算是硬件饥簧了 这一代的HDR更是一发布就吸引了大多数人的目光 想当初Touch HD被称为超级怪兽 不只是因为规格高 还有硕大的身材 也是获此称号的主要原因 到了Touch HD2上面体积要大上了一些 只有厚度控制的更好 11.4毫米的鲜薄机身可不常见 不过157克的重量在握持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到压力 体积大屏幕也跟着大 视频爱好者应该会很喜欢 顶部的光线距离传感器没有缺失 可惜是没有前置摄像头 虽然这块超大的屏幕占据正面主要的面积 底部还是有5颗实体按键 包括拨号挂机主菜单返回键和Windows键 比虚拟按键的手感和效率都有提升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要表达的观点 触摸再方便也不如实体按键用的踏实 Touch HD2的做工到位 金属拉丝的后盖很有质感 只是半身的后盖拆卸起来 比较费力 500万像素的摄像头 配有双LD闪光灯 摄像头高于后盖 时间长了恐怕会磨损玻璃 这种设计就非常不友好 未来一定会被平整的摄像头所取代的 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位选手 是来自于老牌巨头摩托罗拉的里程碑 其实过去这几年摩托罗拉过得相当的不如意 又是裁员又是收购 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让人觉得摩托罗拉经历了曾经的辉煌之后 还能不能够回归到市场中心地位呢 但是我们看到HTC自发布之日起 就被众多媒体誉为是2009年的最佳安卓机皇 所以本次测试我们也非常期待它的表现 能够让我们看到老牌巨头的强势回归 XT702和N97一样都是侧滑全键盘 不过前者是平移侧滑 整机可以做的更轻薄 方正的机身和黑金色的配色的点缀 让XT702有一股浓浓的商务风 还有大量的金属材质和类肤质的涂层 质感是没得挑 堪称智能手机的设计标杆 和N97的塑料屏幕不同 XT702的屏幕表面覆盖玻璃 进一步提升质感 阻尼感稍重 滑动的时候不会显得松松垮垮 手感是相当的好 全键盘右侧带有导航键 我们不妨大胆的预测一下 XT702这样优雅的商务范 可能会成为今后主流的发展方向 好了 那如果说选择前两台机器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斟酌一下 那么这第三台机器就毫无疑问 它是来自诺基亚的当家旗舰N97 目前诺基亚是市场上绝对排名第一的垄断型的巨头 份额甚至已经超过了40% 是第二位的差不多两倍之多 那么诺基亚目前在软硬件等几个方面都是独步全球 根据我们对于它的预期恐怕未来十年 大概到2019年的时候 它应该还是这个市场上的主导者 那么我们期待N97这一次的表现 别说Touch HDR N97一点也不比它小 加上150g的重量 对于女生来说也不算是友好 如果只看正面N97和5800XM的区别不是很大 都是细长的宽型屏幕 顶部是光线距离传感器和前置摄像头 只是实体按键稍有不同 这款机器最大的特点是可以从侧边将屏幕推开 屏幕会以45度角斜在键盘之上 看起来好像是一台迷你的上网本 N97配备了三行的全键盘 但是没有数字按键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导航键支持自定义功能 不得不佩服诺基亚的设计功力 这种形态既符合人体工学的原理又十分有新意 简洁时尚 不过N97的塑料后盖就稍有减分了 和N系列其他机型相比 N97的摄像头也是采用了类似的滑动镜头盖 即使摄像头高于机身也得到了保护 镜头一侧是双LED补光灯 而后盖下方还有微微的凸起 拍照的时候提供更好的握持手感 今天最后一位选手是一个萌新 没错 他是来自美国的苹果公司的iPhone 3GS 其实苹果进入手机行业也就这三年的时间 和诺基亚摩托罗拉这种纵横业界几十年的巨头相比 他确实是一个小小的萌新 但是我们都看到了 苹果在过去这三年的努力 让人相当的惊讶 苹果以性价比切入市场 以大屏幕高硬件打动了众多的消费者 我们也非常期待看一看这个小萌新 和另外那三大巨头 能不能有一战之力 相比之下 iPhone 3GS就让人有些失望 因为它和iPhone 3G长得一毛一样 没有任何的区别 非要说有一丁点不同的话 那就是背后的标签数值略有变化 一个按键 一块玻璃 构成了iPhone沿用至今的经典造型 而从3G之后 原本的金属后盖就换成了钢琴烤器 不少用户对此怨念不已 我们也认为 金属作为高端大气的百搭材质 今后一定会在智能手机当中广泛应用 总的来说 iPhone 3GS除了塑料极重的后盖 有些过时 其他方面都有不错的工业质感 不过iPhone的极简风格在适用性上 就不如N97和XT702 触摸屏搭配键盘才是符合我们逻辑的设定 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 我们打开微信 选择通讯录 点开订阅号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输入科技美学 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 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如果你不嫌烦的话 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添加到你的桌面 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 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向我提问 每天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回答大家的问题 四款机器的屏幕尺寸 都是现在主流的3.5英寸左右 而HTC Touch HD2的主屏幕是最大 达到了4.3英寸 摩托罗拉的分辨率和像素密度最高 打开屏幕的视觉第一观感 相对来说都比其他三款机器好很多 具体的尺寸以及分辨率如下 屏幕像素排列方面 四台机器与我们之前测试的机器略有不同 四台机器都是采用了RGB排列方式 诺基亚N97的像素点间隙较大 其余三台手机的像素点均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至使四台机器在亮度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 四台机器当中 除了iPhone3GS后置300万像素以外 其他三台机器都是500万像素 并且诺基亚N97还通过了蔡司认证 我们先来看样张 第一组建筑样张当中 HTC的解析力要强于其他三台机器 摩托罗拉的宽容度要更好 诺基亚的色彩饱和度略高 iPhone的对比度稍高一些 第二组远景样张当中 四台机器的调校风格都略有不同 从观感上来看 虽然摩托罗拉的白平衡控制不是很准确 但是在宽容度细节方面表现的要更好一些 第三组花草样张当中 诺基亚的表现相比其他三款手机都要更好一些 HTC的光线控制不是很讨喜 第四组人像样张当中 第一眼从观感上来看 iPhone的表现都是要好于其他三台机器 其他三台机器中规中矩没什么亮点 第五组逆光环境 四台机器当中 iPhone对于天空楼体以及树枝部分的处理都略升一筹 HTC楼体部分虽然说很亮 但是树枝部分就黑乎乎一片几乎没什么细节 这组暗光环境样张当中 四台手机都看不清拍摄主体 睁大眼睛仔细看才会发现 iPhone和HTC能看出一点点线索 这个时候我们打开闪光灯 拍摄主体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了HTC的表现要更好 简直就是生龙活虎 很遗憾 iPhone这边就没有闪光灯了 诺基亚的噪点相对较多 拍出了烟雾滤镜的效果 还是挺有意境的 最后一组样张 我们来到地下停车场 四台手机都在没有干预对焦的情况下 摩托罗拉始终是对不上焦 诺基亚可以穿得上夜视仪了 细节及噪点的控制都要 远好于其他几款机器 视频方面 四款手机都已经支持了480p的 有声视频录制 从画面上来看 HTC的画面调教风格有点过头了 有一种偷拍的感觉 iPhone和摩托罗拉在解析力 以及宽容度的表现方面要更好一些 在防抖上面iPhone和HTC的表现要稍好 而对焦速度上摩托罗拉的表现显然更好一些 配置方面 安卓和iOS设备普遍更强一些 XT702搭载了德州仪器的3430 不像Touch HDR使用了小厂高通的处理器 不过3430的主频要低一些 而高通的8250高达了1GHz 这个参数倒是很良心 存储方面 XT702是双256G的组合 Touch HDR是488MB加512MB的组合 支持存储卡的扩展 这套配置就显然有些浪费了 毕竟如今的软件和游戏 是用不上这么强大的性能的 我们认为 移动端不会掀起PC时代的硬件军备竞赛 一味的突破极限 对于用户来说意义不大 还增加耗电 iPhone的3GS相比前代 重点提升的部分也是性能 不仅是有速度上的提升256MB的内存 也为大型游戏做出了铺垫 即使你不玩游戏 单线程处理的能力也有所增强 有16G和32G存储空间可选 不可以拓展容量 1200毫升的电视容量 支持连通3G网络 3GS4大幅度强化了CPU和RAM 而N97就比较悲惨 除了32G的ROM相对亮眼以外 硬件基本上就被吊打了 不幸的是N97国行版 连3G和WiFi模块都取消了 怎么说呢 算了我还是不说了 虽然配置不怎么样 不过赛班系统也不指望这些 这款系统拥有着功耗低 占用资源少等优点 非常适合智能手机这样的移动设备 并且设立了一个标准化的开放平台 任何人都可以为赛班设备开发软件 虽然诺基亚N97在人性化方面不够细致 不像其他设备那样触控精致顺滑 但是也借鉴了一些竞品的功能 比如说新增的屏幕小工具 另外针对桌面的横向显示 也做出了响眼的优化 和iOS Windows不同 赛班不需要从应用商店获取软件和游戏 随便打开任何一个XXX论坛 你都可以下载各种各样的应用 即使像iPhone3GS国际版和TouchHDR这样支持WiFi 不过这项技术还是没有普及 并且今后WAPI大概率会取代WiFi成为新的标准 在没有这些无线局域网的时候 用流量下载应用是多么奢侈的行为 何况iPhone3GS国行版连WiFi也没有 是天天吃得起榨菜还是顿顿少不了茶叶蛋 虽然三班的证书稍微麻烦一点 但是使用智能手机的用户 哪个不是动手能力超强的呢 除了赛班系统 我们也比较看好Windows Mobile的发展 它和桌面端的Windows一样 有开始菜单和图形化应用 拥有强大的多媒体和娱乐性能 它的使用体验和电脑很接近 TouchHDR搭载最新的Windows Mobile 6.5 Synth界面华丽美观 响应速度非常快 对于Windows Mobile的固有缺点 比如硬件配置高 应用体积大 在TouchHDR极其强大的性能面前 可能都不是问题 和赛班Windows Mobile这些老牌系统相比 安卓只有在谷歌服务和开放性上值得一提 集成了Gmail同步很方便 不难预见 谷歌将在国内市场超越众多的服务商 也包括百度了 从过去这段时间来看 新进崛起的iOS设备和安卓设备 对于老牌巨头诺基亚为首的赛班阵营 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我们看诺基亚的财报 其实也出现了出货量放缓 以及利润下降的情况 作为首个引入咱们国内的苹果手机 iPhone3GS一出事 就引起了人们相当大的关注 铺天盖地的广告也引起了男女老少的追捧 不过它也面对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不支持WiFi 比如说比较贵的签约自费 如果你单独买 那价格就更夸张了 反观诺基亚这边 除了功能机之外 他们家的智能手机 从中端到高端再到旗舰 覆盖面是非常全面的 应该说短时间内 这些萌新 还不能够对诺基亚造成太大的冲击 通过上面的对比 大家可以看出 诺基亚在影像系统方面 还是有着自己独到的优势的 至于所缺失的电容屏 包括被诟病的落后的系统 我们觉得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对于老牌巨头来说 随时可以改变 我们都知道 HTC是首个安卓手机的制造商 同时也是安卓阵营坚定的支持者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HTC在同时发布着Windows阵营的手机 比如这次的HDR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 即使像HTC这样的巨头 也并不完全去看好安卓阵营 目前也是采用着脚踩两只船 并行不备的策略 从这次测试的苹果的3GS 和摩托罗拉的里程碑XC702来看 确实实用体验上让人相当的惊艳 流畅的系统 人性化的设计 都让我们觉得 他们也许能够在未来 对于诺基亚造成一些冲击 好 那话说回来 既然诺基亚的硬件制造功力 非常的强劲 而微软这边的软件 又是独步天下 那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了 不如诺基亚和微软搞一个联合 没准能够推出一部让人惊艳的产品 最后再说回摩托罗拉 作为曾经的巨头 想要触底反弹 其实并不容易 曾经摩托罗拉所研发的Linux系统 并没有受到软件商们的追随 更多的都只是观望 没想到摩托罗拉在跟随 安卓系统入局之后 取得了相当出众的成绩 所以我们建议 既然摩托罗拉自研系统没有前景 不如就坚定的站在安卓阵营 未来等实际成熟的话 可以考虑收购一下谷歌 这样就可以形成自家的软硬件生态系统了 好了 是到了总结的时候了 随着2009年已尽尾声 我们看到3G网络正在咱们国家 如火如荼的铺开 有很多的城市 资费已经降到了我们可以接受的程度 毫无疑问 选择一款顶尖的流畅的大屏幕的旗舰机型 才能够尽情的去畅游网络 通过本次测试 大家可以看到 如今的四大旗舰 不再是诺基亚一家独大了 其他阵营的产品也都有非常强悍的实力 特别是在软件应用方面的体验 已经开始逐渐的赶超了赛班系统 而如今留给诺基亚的 似乎只有在硬件上的一定的优势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 在明年 2010年整个的市场应该会迎来一大波的变革 好了 那么最后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大家可以预测一下 在十年之后 也就是2019年 你猜这四家厂商当中 谁将会是表现最好的那一个 谁又会是第一个破产的人 好了 这里就是我们还没有命名的节目 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起名字 那么本期的2009年度 四大旗舰对决的内容 到这里就都完成了 好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拿岩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我是拿岩 科技美学正在进行大家测活动 顾名思义 大家测的就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参加到测评活动当中来 在这里你可以申请到最热门 最受关注的数码产品 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免费的 在你得到了测试机会 并且完成了深度测评之后 不用归还 所以还等什么呢 现在就来科技美学的官方微博 和公众微信免费申请吧 在一个月的时间当中 我们已经送出了超过25台手机 20台路由器 鼠标 键盘 还有蓝牙音箱等等 总价值超过了5万元人民币 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 我们还有更多吸引人的数码产品 在等待着你免费测试 好了 现在就来科技美学 大家测吧 东北人是怎样玩滑梯的 distint 等待 啊 啊 啊 你来啊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哈哈 啊 啊 鸡头 鸡头 我打住了 鸡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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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我好怕 啊 你怕我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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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